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欸 姥姥好奇怪喔 你怎麼長得跟你爸一點都不像啊 我像我媽媽 跟著女人的殿堂 可不可以 可是也很奇怪 那你弟弟為什麼比你帥這麼多 兩個都是耶 我立志把歡笑帶給大家不行嗎 你是說不看外表的意思嗎 不是 現在是一句話惹毛我就對了嗎 對不對 為什麼對我個人有這麼多的疑問呢 難道你們不知道 我是靠臉吃飯的嗎 你到底是哪裡誤會了 覺得你靠臉吃飯 你們以為觀眾是來看我的幽默嗎 他們有的時候晚上可能 所以今天就是說一句話惹毛外國人喔 外國朋友有什麼東西 一句話可以被惹毛呢 我覺得非常的容易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到了我們的 台灣代表歡迎他們 大家好 但是呢 對於我們的外國型男 只要有一個關鍵字 就可以把他惹毛 就是說 歡迎聯合國型男 來 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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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從口出 說話千萬要謹慎 尤其是面對外國朋友 小心一句話惹怒外國人 像肚裡就很在意膚色問題 夢多則深受刻板印象所苦 到底哪些話會馬上進入型男團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我滿想看他們第一排走的 對 喂 阿伯 你不懂 你已經好久沒有來對不對 你想要再來嗎 這兩個月沒來 他變製作單位了對不對 對... 他製作人是不是 他是固定的 他是固定的 他已經逼走了好多人了 你兩個月沒來就是固定 你想不想 你有這個權利嗎 我從現在開始 不要... 所以 製作單位 把他換掉 我做他位置的表現 就是有他就沒有你 有你就沒有他 對 但是你是免費的 我免費的 馬上換 對 走 對 對 對 好簡單喔 對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真的只是無心的 因為你知道我們台灣人非常熱情 看到我愛一個朋友 我們都會想要問他一些問題 會幫他一些忙 難道我們錯了嗎 現在看到杜立我就很想問你 很想問我什麼 很想問你 你的手掌是什麼顏色的 你為什麼問屁股是什麼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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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看啊 你在講話 看啊 我要看 好想看喔 還不耶 謝謝 不要再講屁股了 已經被罵低俗了 不要再... 抱歉 這很奇怪 為什麼台灣人很愛問這個問題 不是 因為你的顏色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們手掌跟手臂是一樣顏色嘛 那我就會很想知道說 那你的手掌跟手臂是一樣顏色 真的很多人有問過這樣的問題嗎 應該很多人吧 有 而且我很討厭這個問題 是 因為之前在嘉義教書對不對 教英文的時候 然後我想常常跟小朋友玩一些遊戲 然後我就說舉手是最快 然後我這樣子就是給他們逼 就這樣子舉手好不好 我看到了 然後他們就說 杜立老師 這是不OK 對 還是有沒有人跟你說你這樣一舉手 然後他會說 杜立老師 也有 對不對 沒有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台灣朋友我先跟你說好不好 手跟這邊當然是不一樣的顏色 你自己也是好不好 而且手上的那些線 我們滿像的 可是顏色滿像的 差不多耶 而且這些線 跟你的皮膚色有關係的好不好 所以我的線都是比較黑一點 所以是這樣子 又惹怒了 又惹怒了 不要上線了 他修東西了 沒有要走了 艾力克斯趕快去地補 不要生氣 真的 他會坐過去 不要錢 沒有... 還有別的嗎 還有... 像我之前就是有一個朋友 然後他英文非常的爛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一群女生 潘若迪老師是不是 對 他是女的 跟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有一次就有一個教會的朋友 他是老外 然後女生 他聽不懂中文 然後這個女生呢 英文很不好的這個朋友 他為了想要拉近距 他就一直在用英文單字 夾雜在中文中間 可是他英文又不夠好 但是他那時候就要問大家說 等一下我們要去哪個酒吧的時候 他居然說 可是好巧不巧 那個外國女生 他是胸部小的 他平常很討厭人家講到這個部分 然後他就覺得有一點被冒犯 他就覺得你是在針對我嗎 可是其實我們其他人知道 這個人是講錯 因為我們有聽懂他的意思 他是想要講BAR 然後變BR 對 超誇張的 然後後來那個女生就覺得有點生氣 以為是在諷刺他 你連英文有好到哪裡去嗎 我沒有比那個好 因為我記得我們上次 在BAR是個唱歌的時候 你又跟我 你喝醉了然後一直跟我講英文 但是我完全是在講什麼 我沒有講英文啊 有… 你是硬要跟我們講英文 對啊 但是我們都聽不懂耶 但是但我不會把 現在你大概知道 我們的感覺你在講中文的時候 我們也大概聽不懂 小堂哥 你這個可以幫我處理一下嗎 小堂哥 可是不好意思 杜莉 真的 我要跟你抱歉 因為他免費 好 杜莉 你敢免費嗎 算了吧 那陸說葉你呢 你最不喜歡別人跟你說什麼 就是一來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字 Hello Hello 我就很惹毛啊 因為 這個我們就不開心了 Hello也不對 那到底要怎麼樣 應該是你 應該是你怎麼講這個Hello 因為是那個歐的唯音 如果是往上 如果因為 其實在美國很少 你會說Hi 可是說Hello 就有點太正式 尤其是那個歐的 Hello 好像你說 你沒有注意到他 可是他硬要你注意到他 Hello Are you there hello Hi anybody home 那個感覺 那有可能那個台灣人 他真的很想要你注意他啊 可是為什麼 所以他才這樣 可是我覺得就像台灣 那個中文的 你說喂 所以就像如果說 他們說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Hello 喂 你從哪裡來的 喂 你叫什麼名字 不是就 沒禮貌那個感覺 會有這麼大的誤解喔 有時候會啦 你怎麼講那個音 有可能 我們問一下其他七位的男生 如果有人跟你說Hello 你會覺得被冒犯不舒服的請舉圈 沒有的請舉擦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今天現場來的兩個泰國人耶 我們今天現場來的兩個泰國人耶 哪裡是兩個 哪裡 為什麼耶 我剛剛也在看 好笑喔 而且 跟夢多真的有點像耶 而且你跟他比的話 你比較黑耶 真的耶 怎麼會這樣子 夢多你到他旁邊去一下 看一下到底有多黑 特別是夢多有時候Facebook還穿到 我哪有怎麼跟我比他黑啊 他喜歡打那個 怎麼會是耶 你是假泰國人是不是 沒有 真的是泰國人 真的泰國人嗎 對 對啊 通過日本人不是很白嗎 假日本人 趕快回來 拜拜 好 目前 你不用說話了 前面四位 全部都打圈 都覺得Hello這句話 對你們來講有點冒犯 伊凡也是 那請問一下 誰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正確說Hello的口吻應該是怎麼樣 Hello 就是嗨啊或 對 所以你們非常不喜歡說Hello 接電話 可是對日本朋友說Hello 這樣也冒犯你嗎 一樣啊 不是啦 因為就是 日本對日本人 然後就是台灣人 應該是口氣的問題 對 Hello... 那個感覺是不舒服 就是說 就是日文的時候 こんにちは嘛 就是又說こんにちは... 嗨 どうも... 那個感覺是 感覺是有一點就是欺笑我 對 所以還是講話的態度的關係 應該那個尾音不要拉長 常因為我發現這邊的人 比較喜歡說Hello 那個在美國有時候會 沒禮貌 不同的狀況有可能是有點不同 對 但是你普通講快點 接電話Hello 那是OK的 對 可是你說Hello 感覺上是你沒有在聽我 你是在想什麼東西 對 有一點 所以尤其是店員 一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我下一位 他們說Hello 那個下一位 就我覺得我有一開始 覺得我有點 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 怎麼可以這樣子說 可是後來習慣 我說台灣的說法 像我現在想跟Alex說一句話 是不是就做Ending了 所以說Hello跟Goodbye 短音就好 短音 不要故意拉長音 所以不要Goodbye 不要Goodbye 很棒 長知識 現在來看看 說什麼話 會惹怒日本人 我給你 OK 那我話話講 好 好 好 哪一句會惹怒日本人呢 我跟你講 就是這個 日本人是不是都很澀 對 是啊 等一下... 你們是說是 沒有關係 來...等一下 我們為了平息他 請問一下 所有的是男人 對不對 你們覺得是不是日本人很澀 是的情緒 不是的情緒差 六月 我覺得應該在問泉棚裡面的人 來 請問一下圈棚的人 全部棚裡面的 選的話請打圈 請舉手... 來... 真的 你看大家要舉手啊 OK... 好 OK... 像你們這樣講 好 那你們覺得 就是我很澀的人請... 不是... 不是... 不是 那問你們喔 你不覺得你自己澀嗎 不是 不是啦 問題是 日本的A片怎樣... 但是日本的A片 全世界就是人口比例來的話 比例來的話 不敢是美國 不敢是台灣 不敢是泰國 澀的人就澀 南山就本來是很澀嘛 因為我有去過東京 然後我看到他們的A片的商店 超大 有超多層樓 我沒想到會那麼大 因為你去東京 很多這種店都在賣情緒用品 或者是漫畫 或者是雜誌 或者是CD 這種DVD很多 然後它是在大的城市的 那種大馬路上就有 所以你會覺得說 這個文化為什麼好像感覺比較適合 我覺得每個國家一定有 但是它一定是比較 低調的 或者是 它不會在觀光區就賣DVD 有一點要全民運動 你在東京 你這邊賣一個照相機 旁邊賣一個什麼餅乾 然後這邊賣一個假的一個玩具 所以對於日本 大家的感覺上是色情文化多一點 對啊 但如果像對於美國 就是槍支比較多囉 對 我很討厭這個問題 對 他們真的很誇張 為什麼要問我這個問題 你有槍嗎 你開過槍嗎 不是這個問題 就是後面那個問題 我會比較有點難過 對啊 他們都說 那你有拿過槍 我就說他們說 你有槍嗎 我說有 其實我家有幾八 是我自己的 那都是用它去打獵這種東西 然後他們說 是喔 OK 那個問題會 對啊 我想說 這個有一點誇張 你以為就是每一個人拿槍 都是隨便在路上射人家嗎 這個問題有點誇張 為什麼大家都怎麼覺得 會不會是會 因為都是我們從美國電影看的 一定的 就是有一個 比如說有一個白人 他開雙B轎車 他一到了駕駛座 門一開 門一關 他要準備發動的時候 外面有人敲門 然後看到是一位 因為 那個白人的朋友 馬上就說 車給你 車給你 你看 救出氣勢 那是氣勢人家 你沒有看過這樣的 美國電影嗎 不是 你不能這樣問他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大部分 美國人很多有槍是沒有錯 但是我們槍都是放在家裡 但是你如果你在一個很 就是完全沒有人的地方 像Justin的家 你可能要看到人家在打槍是沒有錯 但是 他們打獵嗎 也有 有些是打獵 有些地方是你可以拿優勢 你可以直接 對 你可以打槍的 OK 但是很少很少 很少很少 所以台灣朋友不要以為 每一個黑人都有槍 那是人家好不好 好的 OK 來 我們來聽一下韋佳德 就是 什麼意思 真的假的 那個 那個 韋韋姐 我沒有騙你 我覺得台灣年輕人 現在最需要的 不是創意 也不是什麼知識 也不是科技 而是國際觀 這麼可能我這個問題 不是嗎 你是不是想義大利嗎 家照也有一個 也有 也有 也有比較多 如果他們克制自己一點 他們會問說 義大利是講英文嗎 還是講什麼 都有 假的他們人家這樣子問你 我的意思是假的 假的我說 那個義大利在美國哪裡 你會做什麼 不好意思 那個人就會說 哇 他自己都不知道 連他都不知道 來 義凡呢 你最討厭別人跟你說什麼 很多台灣人都問我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他們說 因為在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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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的時候很冷 所以你們在外面 尿尿的時候 那個尿一到地上就會結病 然後會發出那個聲音 第三會嗎 我都不知道 我們不會在外面尿尿 這個好笑 這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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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幹嘛 這是我看過最有知識的一個節目了 這個好笑 不管怎麼樣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 你尿出來 那個尿就是38度 對啊 你以為會那麼那麼快就結病 是不可能的 所以 等一下 那邊也很冷 我請問你 那你們在瑞典的話 尿尿在地上會變冰塊嗎 當然不會 因為 像你拿一個熱水壺 然後到處 那也不會結冰 不管又多冷 不然你到那個北極也不會 還有很多人問我 你交過幾個女朋友 我覺得這個問題太私人的問題 誰會沒事問他交過幾個女朋友 這個不只是針對外國人 我覺得 好兄弟才可以問這個問題 剛剛認識的人我覺得不行 對 可是那個不是針對外國人吧 但是應該是對想認識的人 他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因為 他要問我 那不是 我要這麼回答 你說 你說不是 是孟多啦 不是我啦 孟多 有沒有問過你說 你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養大象 這是泰國人嗎 不好意思 不是我 大象 不是我 是他 雖然是通向 不是我 來 我們看一下馮文森的 對 就是我會常常被問 我今天有養大象嗎 然後我騎過大象出去玩嗎 那你騎過大象出去玩嗎 那你騎過大象出去玩嗎 我真的沒有 對 你們都沒有啊 對 我真的沒有 因為通常都是觀光客啦 可是泰國真的很多啊 可是小時候不會 我們都騎過啊 沒有 對啊 因為都是觀光客去的 對 其實他們現在有一個 就是很多人就是告知大家說 去泰國千萬不要再騎大象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騎大象 他們就會訓練這隻大象 他們就一輩子都要去載人 其實大象有自己的生活 對 如果你 就等於就是你沒有買 沒有需求就沒有買賣 沒有買賣 就不會有人去欺負這個大象 對 也是 泰國確實不要騎大象 可是在阿尤塔亞 有一個叫做 國家大象神聖保護區 代表說你可以去那邊照顧 曾經被拋棄過的大象 這個大家可以看好看看 你可以去照顧 但你不要騎他 對 不要騎他 馬丁你出來說 台灣人說的不是一個問題 那不然是什麼 是一句話 你不懂啦 那你應該是 應該是 你不懂啦 你是外國人 這個我都會生氣 這個我都會生氣 來 我們問一下其他六位 喜倫 你有碰過有人跟你說這句話 你不懂啦 你是外國人 有的情舉圈沒有的情舉差 對 全部都有 包括安妮克斯也有 到現在都有 安妮克斯碰到的狀況是什麼 常常啊 在聊天的時候 你只要跟他 你只要跟台灣人 想法不一樣 他就會說 你不懂啦 你是外國人 對 真的 或者譬如說你提到政治 那個是最大的 他在開始講 你不懂 你不是台灣人 對 我就不懂 對 就這樣 那我在一起就是說 因為有一次 我們就是要去 內湖的好事都買東西嘛 然後就是一個朋友 他要開車才我們去 那上車了 他是開車的嘛 然後他就是開始設定GPS 那我看的 內湖好事都還要設定GPS 對吧 所以我就是說 不用了啦 你怎麼走 我就告訴你 你在這邊坐著 他就是說 你不懂啦 外國人 這裡是台灣啦 然後就不相信我 然後自己做GPS 還 那個GPS還爆出路 對 對 那就是何必這樣子呢 幹嘛不相信我 我就明明說我知道 而且因為我發現 很多那時候 就是要暴露的時候 就沒有人相信你 真的 一般人不會相信說 比如說南港要怎麼走 我不知道 居然他知道 是誰會相信嘛 對 對不對 像今天我們坐計程車到這邊 也是坐內湖 那個司機也好 也不相信我 像我跟他講說 要去哪裡怎麼走 然後我朋友都說 你真的很了解台北的路 他說我住了二十年了 我當然了解 對啊 但是其他人聽到這句話 應該就 很有感受吧 就是我完全同意 因為我來台灣 是為了學中文 還有就是認識中華文化 所以我會問一些問題 可是如果他們覺得太難 還是他們說 你不會懂 就像 我有問過 我說那 哥 什麼哥 跟大哥 跟叔叔 跟伯父 跟阿公 他們怎麼差別 他們說 你們外國人不會懂這個 我不用跟你解釋 請問你懂那些嗎 現在有一點懂 可是還是有一點懂 所以你真的不懂 他問你是對的 因為台灣人不跟你解釋 對啊 如果跟我解釋就可以了 還有就是很容易就是說 比如說拍戲的時候 就比如說收到那個腳本 你看得懂中文嗎 不然我們現在不是講中文嗎 你聽得懂嗎 不然我們現在不是講中文活動嗎 他是在負心耶 有時候杜利也看不懂中文 但他會講中文 沒有…就是看不懂中文 我覺得還寫 所以有些像杜利 像我也是 其實有些東西看不懂 那就是我講得比較深 但是有些台灣人 只是已經講電話 因為我們用口音嘛 就是說 不好意思 你是日本人嗎 是 對… 那你 你聽得懂中文嗎 對 怎麼可以問的 怎麼會講中文 對 我們現在講中文 而且是 不好意思 我住在那裡 那裡那什麼什麼 結果說就說 真的聽得懂喔 不然咧 我覺得生命的意義在於 互相成長 對不對 是 我最愛做的一件事 是辯論 聊天 溝通 但是呢 我周邊的朋友 他們都很討厭辯論這件事 所以每一次 因為他們贏不了我 所以他們怎麼說呢 滾回去你的義大利 不過我們是在講台灣的東西 政治也好 或是說可能食物 或是文化方面的一些現象 我不能發表我的想法 因為只要我跟他們不一致 他們就會說 滾回去你的義大利 我說這個是溝通知道嗎 這個是可以解決問題的方式嗎 好像不是喔 他是怎麼樣說 比如說你回去你的義大利 還是說你滾回去你的義大利 比如說在辯論之前 他們就有這個想法 不是 不是 你知道嗎 沒有 沒有 我知道 沒有 我覺得小蓮哥說得很好 因為如果他們心中 沒有什麼想法 他們不會說出來 對啊 問一下七位喜男們 如果你們跟台灣人溝通到一半 台灣人跟你們說 回去你們的國家 你們會覺得很受傷的情取圈 不會的情取差 應該 都會很受傷 但韋佳德 如果對方跟你說 滾回去你的美國 你會比較 一樣 一樣難過是不是 其實那兩句話是大概的 就剛一開始會說 你不懂你是外國人 你是外國人 然後再講不過 他就會叫你滾回去 其實是 意思是一樣的 那其實 關於這種的還有一個 是 還有什麼 外國人就是外國人 外國人就是外國人 一樣 一樣意思 就是說我剛學 剛開始學中文的時候 這個很難講喔 因為有的日本人 可是看起來像泰國人 對 但不是 還是外國人嗎 還是外國人 那就是說 我剛開始學中文的時候 那就當然是沒有學好的 可是 因為要學好 所以要什麼 要練習 那我也會盡量 一直要講嘛 然後一直要練習 那就是有一字 我就是去水果 水果彈 然後我要買柳橙汁 那沒有學好 那些字就 看得不太懂 所以就 老闆 我要柳燈汁 柳燈 柳燈嘛 很可愛啊 那個老闆他有好友梗 柳橙汁啦 什麼柳燈汁啦 外國人就是外國人 還假的 就這樣 我覺得什麼 太對 就這樣子 你就會受傷 你就更不敢講嘛 不敢講嘛 對… 那是少數啦 其實大部分台灣人 如果聽到外國人講錯 通常都是那種 你在講話 剛開始在學 因為你的神調都不準 然後你可能發音 可是你自己就是很有自信 我知道怎麼講 然後我講得很清楚 然後他們就是 嗯 你在講什麼 對… 就是好像… 面書上也會發生這個問題 因為外國人 最難學的就是單字 有時候在破我的FB 然後就選錯了單字 也被一大堆人罵 然後我就說 欸 性男們 我寫的是性感的性 不是 行 那個是行喔 反正我都是選錯的字 我一直被他們罵 Dully 你很好笑 你們外國人在玩太差了 我想說我已經盡量 你看我都是打中文耶 對啊 我們是很認真的 很努力的字 只是 對 也沒有錯啊 選錯 選對的 我故意的… 如果我們不喜歡台灣 如果就是 就是對台灣沒差 對 就是如果人家說 你們外國人不懂 不會怎麼樣 但是我們真的很愛台灣 對 才留在這裡 我們是很經歷的 三二年失眠了 你們無法想像 他們有多愛台灣 我曾經問過所有的行男們 你們什麼時候會回你們的國家 他們說 他們就會住在台灣了 是啊 只是複造的顏色不一樣而已 那就是台灣是我們家 對… 那杜立 還有人問你什麼問題 你會很生氣的 台灣朋友 你等一下 你看 你出來 你為什麼那麼黑 你怎麼回答 但是你的手… 但是你的手這麼白 Alex 聽… 你怎麼那麼白 你怎麼那麼白 如果人家問你這個問題 你怎麼回答 你也跟薪偉德… 維加德一樣直接走 沒有 我不會走 我就先問他們 你怎麼那麼白 目色 OK 我都是這樣子回答他們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真的是太白目了 那軟 因為台灣… 連台灣也有很多不一樣的膚色的人 你看 你那麼白 你那麼黃 對不對 你到了墾丁 我們有碰到一些 像Alex一樣很黑的 很黑的 有一些更黑的 什麼膚色都有 對不對 像我媽媽也是比較白一點的 像Angel就是比較白的黑人 對… 什麼顏色都有 而且他們問這個問題 我會有點不開心 但是他們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 像說 Duly 所以你的頭髮怎麼剪的 然後就… 然後就說 就很簡單 然後就是用刮弧刀 刮弧刀 他們說 你不會刮到自己的頭嗎 然後我想說 我已經刮了十幾年了 應該是… 我都沒有刮到自己的頭 然後說 是這樣子 那… 你為什麼要摸我的頭 對 我必須跟你說 是因為光頭的關係 因為我以前光頭的時候 很多人也要摸 你有光頭夠嗎 我有啊 我拍戲的時候 真的 真的… 那你有接他們摸嗎 有啊 劉悅悅 我跟你說 什麼 這… 這… 這三觀 沒有 因為我也很好奇 我想要摸一下 可以嗎 低測 低測 下流 這是我的音式 那為什麼要問我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摸我的頭 最後一個比較有建設性的好了 就是… 會 對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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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麼白目 Julie姐 這有什麼好深深的 你們 你問這個問題 一點建設性都沒有 我要問一下 會啊 不要自己 你不要 你不要再問這些百目的問題好不好 我們都是人嘛 會啦 你看那個摩根菲利曼 他現在就有啊 你們自己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黑人的 你的用那麼大嗎 什麼 一樣啊 欸 杜利你要了解啊 因為 你們就是 你跟一樣 日本人很小 那我們看到的黑人就很大 對啊 我想知道你這樣很大 柯百印象啦 柯百印象 你想得到嗎 不要… 你鞋子有問題要不要… 你要不要棒一下 不用…謝謝… 不是 那我可以問一下杜利 為什麼 你不可以 沒有台灣 不要這樣 我們這一集就是 我們會好奇 問外國朋友 什麼問題啊 對啊 所以你跟Andrew 誰比較大 胡錄了 我也不知道 我想要請問你們 如果台灣人問你們什麼 你們覺得會被侵犯到隱私 那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台灣很多人會問你 大小 沒有… 那我問你 你什麼星座 還是什麼血型 這不行嗎 這有什麼 OK 因為有些是在美國 很少人 來…停… 我們問一下七位型男們 如果別人問到你的星座 血型 你覺得是侵犯到你隱私的情舉圈 不是的情舉差 不是 如果是第一個問題 等一下 第一個 第一個問題是你 星座還是血型 全部 因為很多外國人都不知道血型 我覺得血型還好 血型我都不知道 血型比較私密一點 那如果星座呢 沒有…就還好 這個我有一個想法 因為像日本人也很愛問說 你什麼血型 都是從日本 對 問題是 可是台灣人 就是很會肯定的說 你是獅子座 難怪什麼 對 所以他… 老子幾位喔 那時候比如說 你們看我滿手的嘛 那你們猜我的星座 人家會猜不到 他們猜不到啊 對啊 你就是隨便做啊 不是 因為台灣人很愛講說 我講到B的時候 因為我是驅蟹座 因為很多人 蛤 你驅蟹座很不像耶 真的不像 這真的不像 你幹嘛 所以他們都會說 那你什麼星座 然後他們 我猜… 他們都猜不到 然後我說我是水瓶座 他們會說 水瓶座 那你很博愛 我說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你突然就 我已認識你 你第三個問題是 我說我什麼星座 然後你要說你很博愛 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直接要 跟我說這種話 可是他在誇獎你耶 對 他們只是一個 聊天的東西嘛 不是 不是有一點 沒有那麼單純 就沒有跟我們這個星座有關係 我們就是覺得 因為我們就是 不覺得這個準 或是什麼 就是我們覺得奇怪 你說我是什麼做 然後 那你是這種人 這種人 這種人 我們就是覺得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又不認識我 我是這樣子覺得 而且不是很傳統的 因為如果是生肖 我說我是 所以一開始他們摸摸摸摸摸 我說我是老鼠 他們說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天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是西洋來的東西 可是在歐洲還是美國 很少人會吸引這個東西 所以為什麼台灣人 這麼會吸引這個星座 我不懂 我覺得很好奇 沒有 我個人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有提高防備心 因為我最近發現 有很多很多台灣人 會拿這些資訊 去找一個算明師 然後他那個算明師 就是會決定說 你可不可以當這個人的朋友 或是你可不可以 跟這個人交往 你可不可以怎麼樣 那我覺得說 我們可不可以 由我們兩個來決定 所以我們先 慢慢地認識 互相了解 如果覺得不合 那我們就分開了 沒關係 所以你有遇到朋友 因為你的星座拿去算 很多 他們有沒有時間那麼多 那馬丁你有聽過 更嚴重的話 就是說 因為之前 在一個節目上 我有講過 就是在瑞典 你跟 動物 或是跟你自己 兄弟姊妹 有什麼 什麼 關係 關係 是沒有 沒有罪法 兄弟姊妹也沒有罪 法律上是沒有 那所以 如果現在 很多人都會 瑞典人 你們好遺亂 真的 因為他們就是會覺得說 你們都是這樣子 你們都亂 跟動物上樁 什麼 可是沒有 沒有 我們沒有 就是說一法律 我們就是沒有辦一個法律 可能就是我們覺得 不需要 因為沒有人這樣子做 瑞典真的從頭到尾 都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沒有這種 應該是有了 可是就是一法律上 就是沒有罪 那我們這樣聽起來 到底是瑞典人比較淫亂 還是日本人比較淫亂 我好像很難講 現在 好難喔 好難定義 因為好像日本 發生亂倫的事比較多 個人來講 夢多是比較多 對 泰國呢 馮維生 你們在那邊聽到最多的話是什麼 對 就是我會分別 就是誰是男生 愛女生 誰是人妖的 對 那你會分辨嗎 其實我不會 我不會 你看得出來我是人妖嗎 六月哥 六六哥 你不要叫他會認真 不會 對 我是算做得不好就對了 對 沒關係其實就是很多人妖 就是很漂亮 然後又聰明的 對 所以我不漂亮也不聰明 但是我覺得就是 最煩就是我有女生朋友 就是泰國女生朋友 他會被常問就是 你到底是不是人妖的 對 因為有很多人就是說 泰國有很多人妖 但是我覺得其實哪裡都有 但是泰國看大比較多 因為我們比較開放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泰國的人妖 大概都是在泰國的哪裡 比如說是曼谷還是 其實我覺得哪裡都有 都很多 對 因為不管你是什麼人 你是好人就好了 對 所以其實你們泰國人 自己也分辨不出來 他是不是人妖 所以你們有可能交一個女朋友 才知道嗎 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他是好人就好了 這樣整身聽起來就是泰國的醫美很進步 好成功喔 做到不知道是人妖 連男生都認不出來 真的就是很多外國人會搭泰國去做那個變形 那個一個我朋友 一個我朋友 他去泰國了 然後就是跟小姐玩 然後就是 他已經就是什麼都解釋了 應該要做的事情全部都解釋了 然後都沒 最後怎麼發現的 因為那個 他的朋友是 那個另外一個朋友的朋友 所以就是他知道他是人妖 他該過的 對 可是有的時候因為我們真的是無心的 你知道嗎 說者無心 他們聽者就有意了 對 不是故意的嘛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外國人很敏感 就是一些隱私的部分 像有時候我們會只是 譬如說像我小孩要去上課 然後呢我就想說 那我大概一個月要給他多少零用錢 我就心裡在那邊盤算的時候 就剛好有一個媽媽是外國人 那我只是問他 問他 我說你覺得這樣子小孩一個月 那你們家這樣 你覺得要預算給他多少錢 他就整個有點不高興耶 我就一句話真的就惹惱他 這樣也不行嗎 我們聊天 他就覺得說這是我的私事 我的私事跟你的私事 對 你要給他多少都給他多少 你不要問我 你不能聊聊天嗎 這個我很了解 因為你會覺得如果你說 那如果我給他一千塊 那這個人本身沒辦法 給他自己的小孩一千塊 他會覺得有一點丟臉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自己會感覺不好 那如果你說一千塊 然後他就說你一千塊 那我每個月給我小孩五千塊 就是也會讓你不舒服 對 所以最好就是不要聊到這個 你能給 你自己覺得OK 其實我們是因為不知道 所以我想說問一下 說大概都你在學校又 問一下都不行喔 因為一般都會去問說 我如果請這個家教行情是多少 對 那都不能說回來 算了 下次不要問家長 問小孩好了 也許小孩比較會說 對不對 我覺得我還碰到另外一個 就是說 除了這個小孩的事情之外 就是有一次我們要去旅行 然後就有一家人就說 已經去過我要去玩的 這個地方回來 那我只是好奇 我說 所以你們也去了那個 比如說雷塔厚 那你們上次住哪個飯店 對 花了多少錢 你們住哪個飯店 這樣不行 可是我們台灣人很喜歡 這樣子互相問耶 台灣人比較會問錢 在國外問到錢會比較敏感 對 不是每一個人 你跟好朋友是OK吧 如果說不算沒那麼高 我想要先知道 你們住的飯店多少錢 請教一下而已 都不行啊 這樣不行耶 好容易生氣喔 他可能問的方式 你比較好就是問 你覺得這個貴不貴 還是平價一點 或是你那邊有認識一些 比較便宜的飯店 對 這個也可以問 那裡有什麼高級的飯店嗎 你可以問這個 你問他 他住過哪一個 對 自己去查 問話的方式 好難聊天 不是 在國外比較少問到錢 金額 對 就是金額 譬如說我們 你上次住的那個飯店 你覺得是貴還是平 OK 就只要這樣問 我覺得就可以了 然後你自己再去上網去找 因為我問的方法是說 那個飯店一個晚上大概多少錢 我是用這樣子方式問 他說 可是他這樣提問你要光顯示 你要讓他覺得他可以幫助你 而不是你想要了解他的事 對 好麻煩喔 可能是問的方法 外國人會覺得說 你在問我可不可以 付得起什麼樣的一個等級的飯店 這樣美國人禁忌很多 對啊 不是啊 因為在台灣 我跟妳講一個 在台灣 你朋友買房子 你第一句一到他家裡會說 這一瓶多少錢 對 我都照講啊 一定的嘛 一瓶多少錢 你房子買多少錢 可是在國外你不會問你朋友買房子 一定會 一定會 可是我想要知道這個區域多少錢都不行嗎 那他就會叫你去問那個賣的人 對 你去問 因為這裡會問你賺多少錢 或者是你買多少錢 你這個房子買多少錢 你這個 你找到新工作 薪水高不高多少錢 對 不行 在美國你不會認人家的薪水 完全不會的 那杜莉我想要請問你 還有什麼會讓你生氣 好像是我這一題 為什麼你這麼黑 你怎麼講到黑人 我們真的想知道 台灣人就是很好奇 看到我們很流行的一些歌手 什麼有的美的 對 那這是正常 你要問我什麼東西 但是為什麼台灣人開始問我 我想問一下 黑人的屁股都像Nicky Minaj一樣大嗎 因為Nicky Minaj 她屁股真的算是很大 我可以問你她是天然的嗎 不是 這一定不是吧 不是吧 我不知道 應該是有填充東西吧 我聽說不是 這是我妹妹所以我很清楚 也對 我怎麼可能會知道 我又跟她不熟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你們不是一大家庭 對啊 你覺得我們有那麼熟嗎 沒有 他可能覺得黑人都是親戚 對啊 這個你應該蠻討厭的 這個你應該蠻討厭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黑人 然後很多我帶去的朋友 就是華人會問他 譬如說你認識Michael Jordan嗎 對 就會這樣 你認識Nicky Minaj嗎 只要黑人的話 你認識誰 他就隨便講個黑人 感覺上大家黑人都認識 對 就是代表他們有認識一些黑人的名字 你有認識歐巴馬嗎 對 就像我們外國人會問 你認識那個 李小龍嗎 陳龍嗎或李小龍嗎 對啊 每一個都會這樣子問嗎 你會功夫嗎 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功夫是不是 你認識功夫 沒有 我沒有功夫 一樣的意思啊 對啊 那日本呢 我真的最討厭是這個 日本人是不是都很有禮貌 好假喔 沒有沒有 就是 以前我認為他們是 碰到你之後才發現都不是 你是比較沒有禮貌的 其他人還蠻有禮貌的 我也很禮貌 不是 其他人還有禮貌但很假 你沒有禮貌你很真實 對 對 沒有 我的意思是 沒有 我的意思是 但是就是你們 就是台灣的一個矛盾 你們又喜歡我們日本人的禮貌 那又就是開始說 太假了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的規定在哪裡 不是因為啊 我們看到太多的新聞或是片子都是 過了晚上12點之後 這些有禮貌的日本人 就是醉倒在東京街頭 忽然變得一個樣子 電車外面然後開始罵髒話啊 然後就知道 弄很髒很亂啊 是耶 那就是說因為不一樣嘛 因為你看他們現在就很禮貌 到了那個程度就變成跟其他人一樣 對啊 就跟一般人跟你們一樣 但是他們就是厲害的人就是說 怎麼就是合作什麼都是 他一定還是就是準時去上班 就是一個民主性的問題 我覺得而且他們在東京的壓力 真的太大 我也是啊 其實我在東京的時候 真的每天很不開心耶 真的很不開心 我只是在東京兩... 其實雖然那麼討厭東京 但是我只是在那個 池袋子在那邊兩年多了 哇 壓力好大喔 到底壓力大在哪裡 就是 到底是什麼樣的生活 讓夢多大喊吃不消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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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起來要上班 做那個JR 說好 好多人集在一起 然後日本的公司一樣 就是業績 一個月的業績多少多少多少 而且日本人的講話的方式 不是日本人 東京人的講話的方式 就是 他們不直接喔 比如說 啊 你這個月業績很差喔 嗯 好好加油 那後來 你應該知道怎麼做吧 那個感覺你知道嗎 對 如果九州的話 欸 你加油耶 這個月是業績很差 你多一點加油 不然我壞掉你喔 一點點開關 我們問一下Julie姐 因為Julie姐是現在在日本住 你有跟夢多一樣的感受嗎 我覺得他們就是表面跟那個 真的外表 就是內心跟外表是不太一樣 就是說我舉例說 有一次我坐那個電車 那我電車 因為我真的那天有點累 然後我是穿假腳拖鞋 我就有一隻腳 就有一點 就有一點這樣子 稍微放一點點在這個椅子上 可是我沒有碰到 然後跟我同行的那個友人 就是日本人 他就跟我說 欸 你不要這樣做 這樣很沒有禮貌 因為你那個鞋子已經快要碰到這個椅墊了 那這樣子的話 人家下一個人做就會髒 然後而且你這樣子的話 人家看到會覺得你很沒有禮貌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壓力很大 我就放下來 我就心裡就在想 可是到了晚上喔 我說的是同一群人喔 跟我講的那個說禮貌的那個人 他們喝醉酒 他們可以在路上尿尿 天啊 所以你知道我不懂 他就說 你懂我意思嗎 好髒喔 我講的是男生 我不懂就是說 你覺得我的腳這樣子放 然後碰到椅子 很沒有禮貌 可是你們晚上做的那件事情 不是更沒有禮貌 所以他們怕他們又踩到那個外面的廟 然後你的鞋子 然後你的鞋子 太強了吧 俄羅斯那一番 在俄羅斯每天都喝福特加 不是嗎 沒有 沒有 因為他們因為 因為在俄羅斯很冷 所以我們一定要喝酒 才不會 所以你們不是喝福特加 你們喝威士忌就對了 不是 我們喝福特加 但是不是每天 不是每天 那泰國呢 應該大家都知道 最近就是泰國有爆炸 是 但是應該說 我當初去被問 你這樣還好嗎 我見人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關係嘛 但是有一些人會一直問問 但是誰做啊到底是 就是為什麼有爆炸這樣子 如果到目的是什麼 對 因為我根本都是在台灣 那麼我怎麼知道 如果我知道 我就跟警察講了 對 也對喔 那這樣也是道理啊 但是因為有一些人很認真問 一直問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煩的 對 所以不要再問泰國人說 為什麼曼谷有爆炸 因為他們真的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有爆炸 對 還是有誰做 台灣的朋友他就是熱情 是 他就是好奇 可是千萬不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二分之一想要下次見 拜拜